这都没关系 两口子吗 所以如果电影里面 有跟别的女生要 比较亲密的戏 要先跟她讲吗 不用 不用 可以到什么地步 我也拍过吻戏 我跟柳妍拍过吻戏 我跟袁深深拍过吻戏 闻到什么程度 就是 就是很甜美啊 就是 甜美的 柳妍不是跟你师父很要好吗 细心量好大 这是好朋友吧 好朋友 是吗 什么 你们说什么 睡着了 突然间听不懂普通话了 睡着了 就是 我先有先跟师父请示过 可以吻吗 这不用跟他请示 这是我的能力 这是我的能力 所以你不会不行 不行 所以 现在事业发展得这么好 有感觉 这个婚结得太早了吗 没有 没有 我跟我夫人的感情很好 我有两个孩子 老大都快六岁了 你结婚几年 六年多 是先有孩子还是 对 先有的孩子 不得已结婚 爱 好烦啊 爱不是爱 爱情的爱 比较差 他有一种 让我不忍心追问的 再追问的 就死给你看 因为我自己都 总都跟你说了嘛 对不对 我的暗恋 我的初恋 你们都没有问 我自己都说了 我自己能力 我都跟你们说了 就是他回答问题 会附赠一个 哀愁的眼神 会有一个彩蛋 我觉得问他问题 很有罪恶感 好像在迫害他的生活感 想欺负人人 没有惹祸吧 没有 都是可以讲的事情 当然 当然 他们的惹祸的是郭麒麟 郭麒麟不是惹祸的孩子 不是吗 不是 听我哥说的 他很老实 他很善良 他不像一个新二代 他如果是一个 是一个 就这么说吧 他是一个容易嫉妒的人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都不会好过 他恰恰相反 他是一个很善良 他是一个很大度的人 刚刚这句话我不问他了 我问你 关我 所以 小老板 大老板的儿子小老板 小老板如果是一个爱嫉妒的人 那大家日子就不好过 所以大家等于是得 看看这个小老板 到底是什么个性的人 对 后来很高兴发现 他是一个不爱嫉妒的人 对 就好了 对 那哪一天他如果爱嫉妒了 又要惹麻烦了 是吗 肯定会是这样的